相信大家因為疫情的關係 開始比較注重於居家環境 以及物品的消毒 那我們最常使用的話 可能是酒精 或者是消毒式的紙巾 不過像這樣子消耗性的產品 用酒總是比較不環保一點 今天就是要推薦給大家一個 全新的商品 阿美丹奈的抗菌消臭 活氧噴霧器 大家好我是蕭鴻 歡迎收看羅森開箱 所以你知道臭氧可以抗菌消毒嗎 臭氧是非常環保的綠色消毒劑 像泳池或是食品工廠都常常使用它 活氧有強力的氧化作用 這樣的性質可以達到抗菌又消臭的效果 活氧噴霧器可以運用在我們生活很多環境裡 像是衣櫥 玄關 客廳 臥房 廚房 馬桶 洗手台 都可以使用哦 抗菌原理就是活氧和細菌等菌類接觸 並把其中的氧原子做分離 和細菌做結合 利用氧化作用抑制細菌的活動 改變臭味因子的結構 來達到消臭的效果 和方向劑的原理不同 可以將二臭完全去除 像它的充電是採用分離式設計 那分離式設計的話可以讓物品使用的更安全 那離電池的話也不會浸泡在水中 使用起來的壽命就可以更長更久哦 像這樣的臭氧水呢 製作完成我們可以直接拿來噴灑 它不用其他容器來裝它 所以我們就可以隨手噴在我們想要噴的地方 是不是超方便的呢 因為沒有添加任何的化學添加物 所以我們日常的手部消毒 小朋友的玩具 還是說寵物用品 電解後的製作過程 非常環保 完全沒有有害物質的釋出哦 其實火氧噴霧器呢 可以取代我們之前買的那些消耗型的消毒產品 自己用水就能製作 環保佑愛地球 像剛剛講那麼多呢 不如我們就直接實際來用用看 看它的效果是怎麼樣 其實它有分 兩分跟四分 其實就是看我們想要的容量是多少 那如果我想要快一點的話呢 我可能倒要兩分這邊就可以了 其實它這個也算是鎖得蠻緊的 那它的瓶孔呢是有一點小 所以我們可能可以用像這樣子的量杯 把它倒進去 就先用兩分鐘的狀態 好 差不多是這樣子 那其實很方便就趕快把它鎖起來 好 然後放下來 可以直接 因為我是倒在兩分這邊嘛 那它上面會有數字 那我就直接按兩分的這個 那它就會慢慢的有變化 有沒有覺得這個泡泡 非常的療癒 很療癒耶 感覺好像起了什麼神奇的變化 像它好了之後呢 裡面的燈會從藍色轉成綠色 所以像這樣子兩分鐘已經到 已經可以馬上來使用囉 如何讓大家覺得這個真的能夠消除錯味呢 我犧牲自己 拿出自己的鞋子來實驗一下 好 我先確定一下味道 好 馬上來使用一下 好 馬上來使用一下 真的有差 真的有差 那如果這樣的話 可能有時候會不小心傷到衣服 不是什麼東西都可以用酒精噴嘛 那剛好用這個的話 可以消除真正裡面的臭味 加上我們在外面呢 或是做一些 大雙硬素工具的時候 我們可能回來 身上都會有沾到一些煙味 這樣我們沾拿到煙味的話呢 也可以拿來噴 這樣真的很方便耶 其實剛剛這樣實際使用的時候啊 因為那是自己的鞋子嘛 所以一噴馬上擠 有感覺說味道消除會非常多 所以其實是真的很有感的 那因為它是充電式的嘛 所以可能還是比較適合居家使用 不過呢 如果假設今天去旅行的話 畢竟有時候我們出門在外 有時候對飯店的衛生還是有點疑慮 那不妨還是可以把它帶著 畢竟使用2到4分鐘 你就有一罐可以消菌又消臭的噴霧器 所以我們到飯店後啊 可以噴一下 可能它的玄關 還是說它的床 枕頭 浴室 馬桶 這些地方 可能讓我們有點疑慮的地方 不安心的地方 都可以使用它 可以讓我們住起來更舒服 如果你還在用一般消耗性的酒精 或者是一次性的抗菌紙巾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試試 Amedana的抗菌銷售活氧噴霧器 好嗎 好嗎 好嗎